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老游 欢迎收看这个时段的美国实录 现在是美东时间10月3号星期六 在播报之前请大家为节目点赞 并订阅关注我的频道 也欢迎大家关注我的另一个频道 游教授谭英说岳 频道的链接在下面的文字说明区 川普驻岳后首度发声 昨天傍晚,川普乘坐海军一号直升机 从白宫前往马里兰州的 沃尔特里德军事医疗中心住院治疗 今天川普在推特上连续发了几条推文 并于晚上6点51分 在推特发布了一个4分多钟的演说视频 他说我好多了,很快就会回来 同时他也感谢医院的医生 称赞他们很专业 川普总统通过视频向美国民众表示 他入院接受治疗后 感觉好多了 也有决心战胜病毒 此外他也感谢美国民众的支持 几乎是跨党派的支持 保证自己会永远铭记 也感谢全世界领袖对他的慰问 他说我来的时候感觉不太好 现在好多了 我们所有人都在为我的康复而努力 我必须痊愈 因为我们要让美国重新强大 我们已经做了很多非常棒的工作 但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他说我觉得我会很快出院 此外川普还表示 这个新冠疫情是千万人在面对的事 我也在为他们和新冠病毒做斗争 不仅是美国人 而是全世界人民 我们将会战胜新冠病毒 此外他也将已有的治疗方法和药物成为奇迹 并称未来几天会如何 我们人不知道 这将是真正的考验 川普说住院治疗是没办法的事 因为我不想待在白宫 我被告知不能见人 不能与人对话 要把自己锁在房间里 我不能这么做 我必须要站在前线 而不是自己待在一个安全的房间里 身为国家领导人 我必须要直面困难 川普在视频结尾称 第一夫人梅兰尼亚状况良好 因为她比我略年轻 所以对新冠病毒的反应也比较好 不过我也很好 国会议员约翰逊和新州前州长确诊 继川普总统确诊之后 国会议员麦克里和提里斯先后宣布确诊 随后在今天3号中午 媒体再报 又有一名国会议员确诊 他是联邦参议院 国土安全及政府事务委员会主席 罗恩·约翰逊 他已成为这波美国政界高层 感染新冠病毒群体的第三名确诊议员 此外在今天傍晚6点左右 媒体又爆出一则消息 日前帮助川普总统准备大选辩论的 58岁新泽西州前州长克里斯提 今天在个人推特宣布 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克里斯提长期受体重过重和气喘的困扰 在州长任内就曾因为这个原因而住院开刀 他之前表示他没有参加川普一号在新泽西州 高尔夫球俱乐部的募款活动 但本周他却连续四天没戴口罩 协助川普准备大选辩论 上周也曾出席过川普宣布大法官 巴瑞特的提名仪式 他表示9月26号到29号 进入白宫时都曾做过病毒检测 结果均为阴性 但本周五昨天在做检测时 结果却呈阳性反应 司法部对叫停微信禁令 临时禁制令提出上诉 两周前9月19号 加州北区联邦法官比勒 下令叫停了川普总统和商务部的微信禁令 昨天2号司法部律师正式向联邦第九巡回法庭 递交了针对法官禁制令的上诉请求 要求上诉法庭驳回比勒法官 之前发布的临时禁制令 司法部的这个行动 使微信诉讼案进一步升级 第九巡回法庭昨天发布命令 要求原告微信用户联盟 在10月9号前提交回应 而司法部则需在10月14号前 提交进一步支持文件 开庭陈述需在10月30号前提交 而对方的回应则不能超过此后的28天 该案原告美国微信用户联盟2号表示 司法部25号向法院提交了 Motion to stay的动议 请求比勒法官暂停执行 他在20号颁布的临时禁制令 司法部的这一动议主要理论基础 依然是微信对于美国国家安全的重大威胁 该动议附上了一份长达37页 由商务部一名安全事务高官提供的书面证词 还另外附上了一份 只能由法官单方面审阅 而不给原告审阅的机密文件 比勒法官为此设定了10月15号为听证日期 美国微信用户联盟称 我方律师团已安时提交了回复书 基于政府提出的微信对于美国国家安全的重大威胁 我方提供了曾经在硅谷著名高科技公司 Sisco担任过首席技术官的乔·希尔德·布兰德的证词 他认为如果美国政府真的希望保护微信用户的数据隐私 业界有多种针对性的技术手段 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 而不应该全面封杀微信 微信联盟表示 这一轮的较量还没完 司法部今天已经正式上诉到了联邦第九巡回法院 寻求驳回比勒法官颁布的临时禁令 这与此前的Motion to Stay动议案是两个案子 意味着微信联盟的律师团队 要在两个法院同时应对诉讼 微信联盟表示 司法部上诉至第九巡回法院 我们就和司法部在第九巡回法院 司法部如果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 那我们就在联邦最高法院间 我们有信心 据悉美国微信用户联盟 至今已筹得款项上百万美元 支出约28.4万美元 还有足够的资金来应对后面的诉讼 纽约州长称 若纽约市防疫不严 将面临1万元罚款 据CBS报道 最近纽约市的新冠疫情反弹现象比较严重 但是在疫情高发区的大街上 依然有很多人不戴口罩 以及没有保持社交距离 今天纽约州长葛默表示 如果纽约市政府不加强防疫执法 放任居民不戴口罩 不保持社交距离 将会对纽纽约市出于罚款 据纽约市卫生局统计的数据显示 纽约市布鲁克林区和皇后区 有11个区域的新冠确诊率在3%以上 这些区域的确诊人数 占纽约市确诊总数的30%左右 10月2号到10月9号 是犹太人的传统节日 祝鹏节 因此从昨天周五开始 布鲁克林威廉斯堡区域的正统犹太人 就开始为节日做准备 很多犹太人走在街上 或者购物时都不戴口罩 有一位当地居民表示 很多人都觉得不戴口罩比较舒服 而另一位居民则说 新冠肺炎并不像媒体报道的那么严重 戴口罩是没有任何逻辑的行为 但纽约州长葛默表示 如果地方政府不加强防疫执法 他将执行卫生法的第16部分 对违反防疫规定的城市 处以1万美元的罚款 昨天纽约市长白思豪称 纽约市政府已经签发了16张违规单 但他没有公布具体的细节 按照纽约州防疫规定 不遵守社交距离 将会面临高达1000美元的罚款 好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时段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关注我的频道 也欢迎大家转发留言和点赞 我们明天再见